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陷阱位第一个最大 我看到很多人做十六八 他们就是不吃早餐 他们不吃早餐 然后吃晚饭 然后吃晚饭 因为16个小时没有吃东西 所以一吃就吃得很多 十六八 很多研究都指出 十六八是没问题的 但是吃晚饭的时间 就是一个重点 很多人不吃早餐 这是错误的 最好的十六八 对身体来说 可以减低发炎指数 降三高 其实最好的十六八 就是不吃晚饭 就是吃早餐和下午 因为晚上的时候 我们人体有个生理时钟 是叫Hating Rhythm 我们身体各样的功能 就是跟着太阳 日出而作日入而昔 跟着太阳去运作 但其实到我们做十六八 你晚上那一餐 第一如果吃得很硬 如果你是睡前几个小时 吃得很硬 而吃得也太丰富 其实对身体不好 最理想当然就是吃早餐和下午 但我都知道 不吃晚餐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 也是一家团聚的时间 你说不吃晚餐 有很多人来说 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建议 尽量将你的卡路里集中的摄取时间 是等于下午 即是日光的时候 到你要吃晚上那一餐 尽量吃得清淡一点 吃得小分一点 量数不要太多 而且距离你睡面的时间 最理想是四五个小时 不要吃完吃一份 这个就最差 但如果你要吃晚餐的话 吃轻一点 不要吃得那么厉害 吃得清淡一点 和我睡得小一点 都可以